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些跨年晚会几乎都是在同时段播出 所以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台收看 我选择的是江苏卫视跨年晚会 原因也很简单 真正做到了现场直播全开麦真唱 可以反映歌手的真实水平 在看完电视直播后又看了周深其他舞台的网络视频 当看完所有舞台后只有一个感受 周深应该把巡回演唱会提升日程了 之所以有这个感受是因为发现了周深的一个不足 周深在演唱上的能力毋庸置疑 称得上是音乐家 现场演唱已经达到CD的级别 而周深非常懂得配合 他与邓丽君合唱浑然天成 和声更是非常的美 除此之外周深可以降于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 在跨年晚会演唱的九首歌曲 既有流行国风还有摇滚 更为重要的是周深演唱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的作曲 是周深 展现了周深的创作能力 因此呢 如果只是听九首歌曲的音频 可以算是完美 但是呢 这些都是舞台 除了听歌之外呢 还要看 于是就会发现周深在演唱过程当中 与观众的交流并不多 当然呢 也有例外 那就是周深演唱Just Like Fire时 与观众有互动还比较频繁 这个摇滚舞台啊 也成为周深所有舞台里最有氛围感 最有演唱会氛围的 也因为这个舞台让我发现 周深在唱其他歌曲时呢 与观众的互动并不多 于是啊 也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 一部分原因呢 当然是因为歌曲的风格限制 有些歌曲就是安静的美好的温暖的 不需要与观众互动 只需要唱好歌曲 观众就能感受到歌手 要表达的意境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歌手的修养 如果与歌手互动 不与歌手互动 而与观众互动 那是对合唱歌手的不重视 周深在与邓丽君合唱时呢 面向邓丽君 即使是一个虚拟形象 周深也非常的尊重 一直有与邓丽君互动 最后一部分呢 则是舞台的限制 周深参加了很多晚会 但是晚会与演唱会 最大的不同在于 晚会参加的歌手很多 现场观众并不是 某一位歌手的歌迷或者粉丝 所以啊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现场观众非常热情 周深与他们的互动就会变多 另一种呢 是现场观众不是那么热情 周深的互动也会变少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 完全可以做到从容应对 那就是培养舞台的感觉 把每一个舞台都当成是个人演唱会 把每一个观众都张成 自己的歌迷及粉丝 要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多开个人演唱会 去享受所有人只为一个喝彩 只为一人高喊的感觉 当开的演唱会足够多 就会慢慢习惯 不管是什么舞台 只要上场就是个人演唱会 因此啊感觉周深作为歌手都好 就是缺少个人演唱会 缺少那种不管是什么舞台 这就是我的演唱会的霸气 如今以周深的实力与热度 要开个人演唱会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又变得很